它可谓是中国第一超跑 零百加速1.9秒 虽然是全球限量99台 虽然不属于量产车型 但是打破了目前量产车 极客001FR保持的2.07秒世界纪录 高手的过招只在那小数点后的一两位数 这是2019年的红旗在PPT里 发布概念车是S9的样子 而在前些天的意大利车展中 红旗S9正式亮相了实车 把老外看得也是一愣一愣的 毕竟这个品牌的超跑 他们应该从没见过 而为什么在意大利实车亮相 其实大家也别失望 这台车就是在意大利生产的 由前奥迪设计师席尔瓦亲自设计 说难听一点 除了车标是红旗自己的 其他技术都源于国外的团队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它是红旗的超跑 看一下两侧锐利有神的大灯组 后部上方巨型的尾翼设计 加上底部夸张的过三T 配合蝴蝶门的设计 气势方面可以说不输一线的超跑车锁 动力方面 红旗S9搭载4.0T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额外还有三台电机组成的混动系统 最大可达1400马力 急速能达到400公里每小时 这个急速在千万级别的超跑中很常见 但是零百加速只需1.9秒 这个数据如果是真实的 那真的可以算是佼佼者 总和地上可以看到红旗S9海外售价为145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022万 大家对于这款千万级别的中国第一超跑 有什么看法呢